大家好 我是阿姆斯打假漢獎 然後就在今天是12月13日 也是我們歷史中非常難過的一天 今天韓國人也看到大陸 尤其在南京是全程默哀一分鐘 但是當年發生這個事情的政權 已經到了島內 我不知道今天島內有多少人紀念 還是今天很多人一直在看著 這所謂什麼橘色的魔鬼 好像是一個日本的高中的表演團隊 還是大家都在focus這一些 我覺得今天最悲哀是島內歪曲的歷史 已經把當年這一些真的實際發生在島內現在的政權的事情 基本上很多人都遺忘的一乾二淨 我相信之前我也有做過類似南京悲劇的街坊 我也問島內的民眾 你是選擇時間過了淡化了要原諒呢 或者是覺得日方要負責 那竟然島內的民眾有人覺得 這個時間已經淡化一切了 我相信當時聽到的大陸民眾 應該覺得非常的氣憤 氣憤也是有原因的 很多島內民眾 有時候那種歪曲的歷史 也搞不清楚為什麼大陸人還會對於日方有這種氣 甚至還會嘲諷說 啊你們好愛反日喔 搞不清楚前因後果吧 不是因為今天日方到了此時此刻都還在拜所謂的靖國神社 去戳這歷史的傷痛 請問大陸跟韓國會對於這些事情抗議嗎 就好比今天德國還會繼續的推崇納粹嗎 那你覺得歐洲其他國家會接受嗎 今天日方有向德國至少為二戰不斷的道歉 讓我們感覺到有負一些責任 日方有嗎 有每一年做這些事情嗎 但是今天我們要做個史無前例的街訪 而且這個街訪內容我相信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也先跟各位朋友講一下 因為我們要訪問日本人他們警覺心非常高 所以我們只能試著用這輕鬆的角度 輕鬆的問與答 才有辦法得到今天到底日本人對於這個教育 是不是我們覺得高文明高素質 你應該是要把這一些歷史都教育好 還是他們也刻意淡化這段歷史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問問看日本民眾 到底對於這些事件知不知道 甚至我們剛剛講到台日友好 所以今天問日本人也不會單純問南京事件 我也會問他們物色事件 也就是當年的與日方非常大的衝突 如果今天台日友好的話 日本民眾應該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一翻兩正眼看看 日方的人是不是真的把這個歷史歪曲 也沒有去好好的教育人 第二看看日本人是不是真的台日友好 了解島內當時發生的這個悲劇 這段歷史 我們背話不多說 馬上上日本的街頭街吧 Let's go 我們大家知道 各個歷史的歷史 這個櫃會 最初的歷史事件 你认识在美国911的Tero事件吗 你认识吗 认识吗 认识吗 认识 很多人都知道 第二个是三国时代 公明的设计吗 二番目 我认识 认识 第三个是武士事件 我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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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是南京事件 我看不见 文字 文字 南京 不知 不知 文字 文字 看过文字 不知道内容 哦 不知道内容 那比较清楚是哪一样 Poji 啦 我们一个一个 911 911 911 公明 911 那其他都比较不知道 就对了 他人都不知 他人都不知 你认识 你认识 知道吗 知道 识计 知道 识计 你认识 识计 识计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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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计 有识计 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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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 911 三国时代 你认识 哪一样 识计 哪一样 东西 识计 识入 识计 像 魔法 识计 你认识 识计 我认识 在韩国时代,你认识吗? 韩国人 中国的韩国人 认识吗? 3番目,你认识军事件吗? 3番目的韩国事件 认识吗? 认识 4番目,南京事件 认识 认识 对哪一个印象最深刻? 911 911 韩国人 认识 你认识 认识 911 认识 认识 韩国时代,你认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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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 不知道 知らない 明白 四番目 南京事件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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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到不可能 但我听到不可能 但我听到不可能 听到不可能 我听到不可能知道这个名字 但内容不可能 内容不可能 那1和2 哪个印象深刻的呢 911 哪个名 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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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吗 是 我认识 你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 哪个事件 哪个事件 武士 霍者 我认识 知不知道 四番目 南京事件 我认识 南京事件 日本では南京事件 之类 日本语都是 有很多名字 我只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大部分都是只知道名字 他的老师有提到过 所以他知道 那他老师有说什么吗 軽くこういう事件もある みたいな感じで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 简单的说了一下 有这个事件 简单说一下 911事件をしてますか 名前は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す 名字 本当に名前ぐらい 知不知道名字 公名を知ってます 三国志 聞いたことある 听过名字 三国志 その後の人の名前は分からない 武者事件 武者事件 知らない 知らない 南京事件 何かわからない 911事件 どっちが印象深いですか 911と三国志 911 911 個人的には三国志の方が そうですねあります ゲームとかでも結構あるので そういうので知名度的に考えたらあります OK 各位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今天的街頭 只能說 我們能非常確定 日方也是用者 對自己有利的歷史 教育人民 其實基本上很多人都聽過南京事件 但是實質的內容 還比不上911 那當然啦 911可能是近幾年 那有一些年輕人可能剛好也都有遇到這個事件 有聽過這個事件 那個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各位 為什麼我今天特別有包含 問問看日本的人名 知不知道三國 然後孔明 近期日本也非常夯 這個有關孔明的應該是漫畫嘛 或者是動畫 所以我故意包含在裡面最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三國是非常久遠的 如果你今天連三國都聽過 你竟然南京事件 你不知道發生些什麼 而且是跟你息息相關 也都是近代歷史 所以啊 你今天真的實際聽到日本人民啊 對於南京事件 不知道啊 你可以明白為什麼 日方的這些政客 可以那麼囂張 去拜靖國神社 然後也沒什麼人去譴責 因為如果你今天沒有正確的史觀 你就不知道中韓為什麼每一次 日本去拜靖國神社會去抗議 而且我覺得今天哪 那最好笑的 也就是我故意整個題目裡面 還包含了物色事件 我來看看台日友好 那台日友好的背後 請問一下日方有告訴日本人 所謂當年發生在寶島 在日本殖民時代最大的悲劇 也就是物色事件 結果好笑的來了 沒有半個人知道 連聽過這個名字都沒有 你講南京事件 他們或許有聽過 但是很多人回答 就是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但是物色事件 連我們整天覺得台日友好的日方 都不知道 找那個民眾 你真的覺得你平常看到這些內容 不是大內宣不是洗腦嗎 還是今天你一直覺得大陸人被關在籠中 但真相而是你被關在籠中 其實今天就非常清楚 所以剛好今天 是我們歷史上非常大的悲劇的一天 韓國人 特別上日本人的街頭 讓大家了解 是不是有刻意把這個歷史上花 我相信在今天的街頭 大家應該都會有答案